还有不少国家在这种极寒天地之下出现了很多麻烦 咱们一起看一个表片 在日本一座长达95米宽7米的大铁桥 因为承受不住积雪的重量突然倒塌 乌克兰寒潮多次来袭 气温连创新地 与黑海相连的亚素海 因为结冰造成上百艘船之被混 意大利罗马大学时的城市交通瘫痪 古罗马斗寿场26年来首次向游客关闭 有境中欧和巴尔干半岛 全长2860公里的多闹河 九成结冰 河面白茫茫一片 部分河段冰层厚达12公分 在中国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北和西北部 共有42个地方出现极端低温 内蒙古部分地区最低气温 跌至零下46.9摄氏度 满洲里最低气温为零下44.9摄氏度 根本撒不出来尿 因为那小孩尿出来的尿 当然我们说是水了迅速就冻出冰 造成后边的水根本就冻不上去 所以形成了一个冰柱撒不出尿里了 像刚才我画面里看到的日本 那个有更极端的现象 在日本的这个本州岛的一个县城里边 它的积雪由于连日以来暴雪 夺厚下来 下来大概有4.29米 4.29米什么概念 咱们平常人假如1米8高 等于将近三个人的那个身高 差不多了 这个暴雪不停的下 造成了什么情况 当地出现了雪崩 有的人甚至被电线杆上 还是房顶上滚下来的雪球给砸死 从1月末至今 日本海沿岸的西部及北部广大地区连降大雪 20年不遇的严寒和暴雪天气 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和族行 不少地区居民生活陷入困境 在日本沿首县 透厚的积雪覆盖着整座城市 街道旁的屋顶 不时可以看到忙着除雪的居民 城市里积雪最深处已经达到4米 而乡村和山区则更加严重 部分海拔在1000米高度的地区 积雪甚至高达10米 非同寻常的大雪被当地人称之为豪雪 在很多地区 积雪已经将房屋掩埋 把房子从积雪中挖出来 成了当地居民除雪的主要工作 所以这个日本呢 是这次接寒天气一个重灾地区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 有的地方更加极端 内蒙的呼伦贝尔 现在是达到什么程度 一测量极端最低温度 零下五十度 我是从小在黑龙江长大的 我经历过零下三十多度 但零下五十度 我都不能想象 这个天气得冷到什么程度 那么有微博上的网友说 说在这个地方拿出最好的iPhone4 这手机 一看充电百分之百充电 拍了这个大雪天二张照片 拍完之后这手机被冻的 冻到什么程度 关机给冻煤电了 那么各地出现了这种极寒天气 它并不是一个地方的 而是世界性的 这时候就引起了我们一个疑问 咱们这些年呢 我们在这个媒体上经常听到 哎呀 世界气候变暖 维持效应 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这又是哥本哈根 又是南非德班的 大家开会 咱就怎么减少维持排放 怎么厉害 这不是全球气候变暖 这怎么突然间又冷成这样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哎 这样一个科学性很强的话 咱不敢亲手自行 前不久呢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一加一节目呢 主持人采访了两位气象学方面的专家 咱们可以先听听 他们是怎么解释的 这些寒流的侵袭 这也是跟近一段时间 北半球大气环流的调整 有很大的关系 有些科学家在质疑全球变暖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取样的样子 我们所占有的数据 我们所经历的这种 时间和空间的这种 占有资料的这种幅度 都是有限制的 你看刚才大家听了这两段 专家说的话 可能听得你一头雾水 你发现这俩专家也没说啥 可能这样 可能那样 没有给出结论 为什么呢 科学讲究严谨 确实现在世界科学界 对于目前这种极寒天地现象 没法给出终极解释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北半球冬季 如此反常的气温变化 各国科学家对此难有定论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表示 这是西伯利亚高压气环造成的 气候变远 使北极圈内巴伦之海的海滨减少 使得携带暖空气的低气压北移 从而导致欧洲地区温度骤降 美国民间气象组织认为 真正驱动气温变化的因素 可能是太阳黑磁 黑磁少了 太阳不活跃的 地球气候因此开始变冷 国际权威气候专家还指出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停止 近来 北半球的枯寒只是全球天气变冷的开端 这样的冷天可能会持续20年至30年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中 今年的寒冬显示小冰河期来临 你前面说全球气候变暖 这怎么又冷了呢 有人给出解释 说在南极啊 南极州西部有个松岛冰船 这个松岛冰船上呢 人们就发现呢 一个长达29公里 最宽的地方有500米 深得深560米的一个裂缝 我们这南极冰原呢 都是冰盖啊 突然间冒出这么一个大裂缝 这个裂缝怎么产生的 全球气候变暖 南极冰原在融化 比如说它融化这不是变暖吗 怎么这又急寒了呢 有人给解释了 你看啊 咱们平常有句话 叫下雪不冷 化雪冷 下雪你不感觉冷 一化雪呢 雪一化 原来的这个冰冷固体啊 融化成水 就要吸收空气中的热量 一下子空气就变冷了 气候就变冷了 所以南极呢 正是由于气候变暖 它化了一化 大量吸收空气当中的热量 造成全球极寒天气 这是一种解释 多少像靠点谱 第二种解释呢 认为呢 这个事跟全球变暖没关系 地球这个气候 它是有周期的 这一只冷 这一只热 这一只冷 这一只热 不可能始终 是这个平均值 那么这个给出的结论呢 说眼下地球啊 进入了一个 微型的冰河计 所以怎么叫 微型的冰河计 因为历史上 曾经出现长期的冰河计 也有人管它叫冰河计 咱们可能了解 有个词叫 第四季冰川 那个时候 整个地球上 覆盖着冰 有的地方厚达呢 两公里的冰河 海洋比现在呢 得低有一百二十米 那样 地球气候极端的冷 这个不是信口四皇啊 有人发现过这样的事啊 就是在现在赤道 你包括非洲 澳大利亚那一带 都发现过 被冰冻过的 岩石的化石 就说在那个时候 全球变冷的时候 连赤道那么热的地方 它都被冰雪覆盖 所以我们说 那个时期叫冰河纪 也叫冰河期 在整个第四季冰川时期呢 哺乳动物 大量的繁殖生存 新的物种不断出现 第四季冰川 结束的时候 有个明显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 有一种动物叫猛马象 大象 身上长的都是毛 那种长毛象 猛马象呢 在第四季冰川 尾生的时候 就完全灭绝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第四季 冰河期结束的一个象征 现在这猛马象呢 当时你看 快速冰冻起来了 结果给我们今天呢 留下了很好个遗产 你想要有的动物 自然灭绝了的话 都烂了 这个猛马象 被快速冰冻起来 迅速的就完整的保存了 所以现在在西伯利亚地带呢 经常都挖出 完整的猛马象化石来 所以这也使呢 世界象牙走私市场 变得很繁荣 现在的大象象牙 是没有毛的 猛马象象牙是有毛的 所以象牙市场一提 有毛的没毛的 有毛就指猛马象的 要不是那时候留下这么多完整的 冰冻了之后形成的化石 恐怕猛马象的象牙 还无法完整的保存到今天 那么在中国近代 就是我们说这个近代呢 甚至相对于上古时候的近代 人类诞生中国封建王朝以来 中国也出现过几次 微型的冰河季 这个是有历史可考的 总共出现过四次 头一次微型冰河季 是周朝中叶 一直到最后东州父王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整个中国中原地区的气候 陕西啊河南的突然在了 那么这种寒冷呢 造成了再往西北 我们这西北少数民族 那时候叫戎敌 气候一冷呢 那个地方草长不出来了 戎敌是游牧民族 没办法 他只能南下 侵占农耕民族的地盘 收的生活 所以戎敌不断入省河朝 周没办法 只好迁都 直接往南迁都 结果这一迁都进入东中 后来东中我们知道 内国出现春秋武化 战过几时 形成了春秋那种分担的局面 据说跟气候寒冷有直接关系 那么第二段气候寒冷呢 是西汉末年 就是王莽篡位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隋朝这时候 那么中原地区又出现比较寒冷 这种寒冷造成了五湖乱房 又一种是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南北大中河 后来在北宋到南宋期间和明清期间 又出现过两次微型冰河期 气候变得很冷 所以就说地球上出现这种周尔复始的 小型的这种冰河期 应该说还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经过人类研究发现 这个气候啊 它会突然的变冷 你像咱们今年这个春节 你就觉得气候冷得比网那厉害 过了春节也没有完全还阳 那么有的人说 那就是变冷 它应该一点点吧 今天变点 明天再变点 后天再变点 经过十来年 乃至更长时间 一下子挺寒冷了 还真不是这样 因为现代科学家研究发现 地球历史上确实出现过突然变冷的状况 比如说它的证据在哪呢 通过研究术 说怎么研究术啊 你看 咱们现在有棵大树 假如你给它砍倒过来 你看它横界面 一圈一圈这叫什么 这叫年轮 一般来说呢 这年轮一圈一圈一圈之间 距离都是等同的 这树这一年长这些 第二年也这些 一圈年轮两圈三圈 可是把古时候十几万年前的树呢 它的化石给挖出来 你发现不对 这个化石你把它横界面打开 也呈现树年轮 你会发现有的两个年轮之间 一圈隔这么长 有的年轮密的就这么窄 这么窄 什么原因造成的 比方说这时候气候变暖了 这个一暖呢 树长得就快 这一年它长出不少 那么这年轮之间距离就大 它长得多了吗 过了些年呢 突然间这个气候变冷了 一变冷了 这个树木生长就慢 两年轮之间就密 所以你打开它横界面 树化石横界面一看 一圈这样 一圈这样一圈呢 那说明什么 历史上这个树的生长期的时候 就赶上地球突然变冷了 你全部还这么宽 到这儿这么窄 这么窄 这么窄 就这段时间 这些年 它一下子气候变冷了 所以这是通过研究树化石 得出结论 说地球历史上曾经有过 突然变冷的 那其实这个呢 在现在的影片里有反应 好莱坞有一个栽弹片 是2004年上映的 那是一个德国籍的叫 阿曼吉的 导演导的 名字叫厚天 那不就是纽约遭了灾了 哗 洪水涌进来 没两天 气温急剧下降 纽约冻成了大冰脖子 这个场面非常震撼 是灾难天的经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